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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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写过一篇专栏叫口罩社会 那口罩就是说变成是 像会是一个就是新的常态 慢慢会变成是好像是一个基本的 生活的一个要件 可是我们学社会学的 我们比较会想要问的一件事情是 在新冠状病毒里面 我们反而看到更多的是 很忧心的部分 尤其是在一些所谓的 集体的一些所谓的 社会心理状态 然后甚至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最简单的来讲就是说 尤其在新冠状病毒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想要找一个戴罪羔羊 就是新冠状病毒到底是谁造成 然后要么就说中国大陆 然后要么就是说那些不戴口罩的 也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一种 就是那种社会心态 可是你真的仔细思考的时候 新冠状病毒事实上是一个 集体现在发展要么你的反扑 不是一个人 也不是一个社会 不是一个国家 我们应该共同来思考 那社会发展到现在 更重要了重新思考 那什么是叫做全球化 所以说我们从社会局的角度 我们反而想要先谈这件事情 不要去污名化 其实大家都应该要一起来改变这个世界 或者共同为未来的好的社会 新的社会 健康的社会来共同努力 那这个大概是我想要先谈的 我想那个你刚才说法非常同意 就是说人的这个心理跟生理的状态的改变 会其实造成蛮大的问题 人就是想归咎别人 这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 你可不可以更具体讲一下 什么是新型态的公平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就是欧洲 然后受害 然后再来是美国 所以大家可能会就注意到的是在于 就是说 好像这个是不分国界 也不分到底你是落后国家 或者是先进国家 其实受害都很严重 可是落地坍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社会阶层比较低的 这一方面 其实是比例大得高 这些统计数字 大家都可以查得到 这一些所谓的弱势的社会的群体 他其实在承受这种新冠状病毒的时候 他很严重 我想我们也都注意到就是说 这次新冠状病毒跟黑人也是命 刚好是同时间爆发出来的 各位应该知道就是说 那个奈菲律他为了20块钱美金被警察 然后造成他的死亡 他其实就是新冠状病毒的受害者 因为他失业 然后他也是有新冠状病毒的这一方面的症状 所以导致于他他必须就是或者是走违法或者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在于就是说 新冠状病毒绝对不是一个集体的公共卫生的课题 他真的是一个很严肃的全球世界的发展的课题 就是整体社会上的课题 该讲的就是说可能还是有点社经地位 就是说好像弱势的 然后黑人 可是我们看到还有一个非常严肃的要表达 就是霸凌 网络霸凌是一个就是往往得到发言话语权 我们有传统的这种所谓社经定位的这种不公平 可是新形态的尤其是这种所谓的网络 像亚洲人他也是接受到一些这样的讯息 都凸显出来 我刚才讲的我们认证思考 就是说不是说当我们讲说 哎呀赶快把经历做好 重新让这个社会回复到正常 我认为新冠状病毒所带来的课题 或者所带来的启发 应该会是从这个角度思考会更好一点 我刚会问那个问题 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病毒是没有长眼睛的 就在某一方面它其实是公平的 所以你刚才提出的那些观点 我觉得都非常棒 给我们可以新的这个省思 真的是网络霸凌啊那假新闻 我们在讲说人如果做不做非为 或是做某些事情超过一个程度 上天好像都会给我们一些警致 然后让我们能够那个去做改变 那在过去他给我们的警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希望就是说像你刚刚讲的 能够大家不管是在种族 不不管对事情的看待 是从理性的方面去看 当时学者标榜的全球化 可能是一个蛮严重的冲击 不知道你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那个 当然就是论点上面 大家有一些就是说 好像全球化就开始消失 或者是全球化开始变成在地化的人之类的 我认为不需要下这么快的 说好像全球化就此一步中间 其实这个论断太武断 而且我相信不可能 各位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像Netflix 像阿马松 像各式各样的在网络上面的 这一种所谓的虚拟世界的这一种 跨国界的这一方面的交流 尤其是像这次国际的运动赛事 那当然日本东京是最惨的受害者 看得到了像很多的美国的职棒 或者是欧洲的这种所谓的足球赛 那他都停止了 相对的你看到的是一种新的 就是他在透过虚拟的比如说法国的那个自行车的那个环法的比赛 那反而是透过这一种所谓的虚拟的 然后很多的网球的赛事也是透过虚拟的方式来举办 全球化他并没有消失 他只是换一个形态在进行中 当然他确实有冲击 那尤其像观光旅行 那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 新冠状病毒让这个社会按下一个暂停键 这个post society非常的好 我觉得这个post society 因为我们太习惯快转 就是说现在的内容串流平台起来的 所以说大家都很习惯快转不长眼 就像美国那个Forge讲的 什么时候经济可以重新恢复 不是科学家讲的 不是政客讲的 事实上是新冠状病毒 这个病毒本身 那他什么时候决定就是什么时候决定 所以我想讲的是说 全球化这个课题 我认为没有必要去用二分法 或者是说yes or no 然后说他终结了 然后或者是他没有终结 按下暂停键的这个社会 那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 应该是重新思考 然后作为一个人类 或者是在这个地球上的一个物种 就是我们这个人类 那我们要如何认真的对待 我们应该担负起来的生态的责任 死亡人数 确认人数 确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课题 可是当我们看到了 那很多的地方的空气重新变得干净 很多地方的河流变得清澈 那很多地方的过去 大家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这个世界就一定是这么肮脏 这么空气一定很糟 生态一定很糟 新冠状病毒告诉你做得到 那只是我们要不要做而已 从这个角度来看 全球化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极端气候是该做的 很多政客或者是甚至很多国际组织 或者是这些所谓联合 他们认为节能减差 或者是所谓的减少钛盘放量 他们认为是做不到的事情 看这次的新冠状病毒是做得到的 而且应该要做 那所以说怎么找到一个solution 就像台湾现在很喜欢用超线部署 希望不管是公共政策也好 或者是创新的工作者也好 或者是创业人也好 我觉得应该认真思考 我们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面找一个乐观的出路也好 都认为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 按不久班的脚踏实际的去找一个出路 因为人类或者真的是地球需要一个出路 这个是迫切的事情 谭德赛讲说这个现在真正严重的还没开始 所以我不能讲后疫情时代 在这个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 你是否观察到有什么契机 然后你怎么样把这个契机转成转机 如果要这样做的时候 就是他必须要具有什么条件 才会有办法把这个危机变成转机 绝对应该是说 2020年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份 他所带来的冲击 我认为他需要一个社会革命 你要变成是一种社会运动 但是我一直想表达 不管是什么原因 那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就是说 对生态的破坏 因为全球化常常带来的就是 比如说热带雨林 你破坏热带雨林 然后我们的行为是会有后果的 就像刚才老师讲 那像是所谓的社群媒体的焦虑 也许这次的新冠状 并不会这么的可怕 因为社群媒体常有很多非理性的 然后或者是口罩为什么会缺货 其实也是有一些 所谓的假新闻在操作在哪里 这一些都是一个 就是刚才讲需要一个革命 一个改变 应该是每个人自己要采取新的 那短时间之内 不会有太多的国际的贸易的往来 一段时间之内 你也不用太期待 就是说有所谓的国际旺旺客 那一些都会变成到内需市场 一些都回到在地的 所以它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重新去思考 就像刚才老师想问的 就是说 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我认为它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 我觉得这就是台湾 现在这个社会 应该认真去做的一件事情 希望台湾的经济能够升级 然后所谓的创造价值 这种品牌等等之类的 这时候内需市场 你必须要靠内需市场 然后你必须要更高的什么品质 这也就是我蛮赞成 严长寿的总裁讲 就像台湾的国语起来的 这种所谓的反思的机会 我的意思就是说 开始思考台湾 尤其是跟土地 因为你没办法再跟全球 做生意的这段时间 是刚刚好是重新思考 然后台湾在从经济上面 从产业上面 从社会上面 从服务品质上面 我们该去追求的这种深度 就是我想体验的深度 或者该去追求的那一种 所谓的人与人相处的温度 或者是说更好的生活态度 我觉得这个是反而是一个 我们可以好好去发挥的步 因为当你在追求 这种更好的品质 那追求更好的转型的时候 你会知道就是说 那不要再去用 台湾很不重视细节 台湾都是说产业很不重视细节 品牌维持很不重视细节 然后政府也不重视细节 公共很多的细节 都是有问题的 那这时候细节 反而就是一个很好的讨练 或者是很好的 我们去看事情的一个角度在那里 所以这个机会 把台湾的品质往上提升 把他的价值往上提升 像就是前几天连续假日 什么什么 报复性的消费 然后一磨蜂的人进去 那这个根本没办法去改善 这种状态 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 就是可能又错失掉一次 让我们提升的机会 人类其实是共同体 我们不是只有台湾 是一个自己的国家 它其实都是互相牵连的 那怎么样能够有 就是大家是人类共同体 整个的命运是相同的 目前现在是阶段性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被封锁了 然后我们现在自己在里面 赶快去强大起来 其实透过所有的交换的时候 它其实是最容易学习成长的 你也提到了就是说 因为人对自然的尊重 对环境的应对 是对未来有很大的影响 也是将来比较能够 持续性发展的一个 就很重要的前提 所以非常谢谢你 给我们今天来 非常精卑的这个观点 谢谢 好 谢谢您的谢老师 谢谢您的谢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